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介绍生物体中的有机物 第一个我们来介绍糖类 那我们说糖类是碳水化合物 它的通式就是CM 然后H2ON 但是在这里特别注意 我们虽然它叫碳水化合物 但是它的结构并不是说有水分子 然后把很多碳原子把它包围起来 并不是这样子的 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把蔗糖或者是方糖 你用溶硫酸它的确会脱水 那这个糖脱水之后的确会形成焦碳 但是结构上并不是这样子 那只是因为它里头 糖类里头它的氢跟氧刚好2比1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碳水化合物 那其实它是多个腔机的权类或酮类 跟它的衍生物的总称 那我们把糖类分成单糖跟双糖跟多糖 那这个请大家记一下 单糖呢就有葡萄糖果糖跟半乳糖 那双糖呢 蔗糖麦芽糖跟乳糖 那多糖类就淀粉甘糖纤维素 那这个所谓的单糖就是说 它不能在水解的最简单的糖类 那其实除了葡萄糖果糖半乳糖之外 那其实和糖五碳糖它也是一种单糖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单糖哦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在水解成更小更简单的糖 那就是所谓的单糖 那我们常见的单糖 我们说有葡萄糖果糖跟半乳糖 那各位请注意 它们三个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们的分子是 你这里给它数一下 这是葡萄糖的结构 它有6个碳 然后呢12个氢6个氧 那果糖的结构在这里 好大家请看 果糖还有那这是半乳糖 它们你数一数都是6个碳 12个氢6个氧 所以它们虽然结构看起来不一样 比方说你看这里有CO双件 有没有 那这里呢 它的CO双件长在中间这里 那这个 这个就所谓的关能基 这个展现出这一个有机物 它特殊的原子团就关能基 那这个关能基在这里 提一下 提一下 这个呢CO双件 CO双件接一个氢 这个叫拳击 这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还没交到这里 这叫拳击 然后呢 这个有OH的 有OH 这里很多地方有OH 那这个OH呢 就叫做枪击 那这个葡萄糖 你给它数一数 葡萄糖应该数一数 它有一个拳 那几个枪呢 数一数 12345 五个枪 这是葡萄糖 然后呢果糖呢 大家看到果糖这里哦 果糖这里呢 它这个CO双件 这个叫铜 果糖叫铜糖 不好意思 刚刚这个葡萄糖这里 它就叫全糖 那果糖叫铜糖 它有一个铜 然后呢几个枪呢 OH叫做枪击 几个枪击呢 半铜糖呢 半铜糖它也是一种拳糖 它有拳击 在CO双件旁边有接亲 这叫做拳 然后呢 这个OH呢 这个叫枪 那半铜糖一样是五个枪击 然后呢一个拳击 但是它们这三个分子呢 它们的结构不太一样 所以它们分子是一样 但是结构不一样 叫做同分易购物 同分易购物 然后还要注意的就是说 其实我老师刚刚介绍的 这个是链状 这是链状的结构 就是所谓的链状 就是这个碳原子一笔化呢 连起来不会围成一圈 这叫链状 然后呢 这个你看它 碳原子一笔化连起来 然后中间靠一个氧原子 把它围成一圈 这叫环状 环状的结构 然后这个葡萄糖呢 它在水中的时候 99%其实都是环状结构 只有1%是链状结构 大家参考 那这个你注意 虽然老师有画 结构给你们看 但是你这个不用去背它 不用去背它 那最多最多 你如果想要事先了解的话 你就记一下 它什么叫拳击 就CO双剑旁边有接一钦 这里这叫 CO双剑旁边有接一个钦 这叫拳 那有OH呢 这叫枪 这是官能击 然后呢 你也可以再记一下 葡萄糖 葡萄糖有一个拳击 5个枪击 果糖是铜糖 有一个桶5个枪 范如糖跟葡萄糖一样 有一个拳5个枪 好 再往下看 它们三个 这个呢 课文就很快瞄过去 葡萄糖 果糖跟半乳糖 它们是同分异购物 那葡萄糖的来源呢 是葡萄糖 无花果蜂蜂蜜 这看过去哦 那葡萄糖呢 存在血液中的葡萄糖 叫血糖 然后呢 这个果糖 还有半乳糖 虽然都叫单糖 但是 它们如果要为我们的人体所利用 都要转换成葡萄糖 才能以为人体所利用 好 然后呢 这个果糖 存在于蜂蜜跟水果 然后呢 甜味最高 然后甜味 调味的主要来源 半乳糖呢 乳糖水解 可以得到半乳糖 自然界没有单独 犹豫类形式存在 而是跟葡萄糖形成乳糖 好 甜味最低 脑组织的重要营养素 这看过去 好 那介绍一下双糖 双糖就是说两个单糖 结合脱取一个水 就叫双糖 比方说老师举例一下 比方说呢 我们现在是 讲麦芽糖 那麦芽糖呢 刚刚我们说 常见双糖有蔗糖 麦芽糖跟乳糖 那麦芽糖是这样 它是两个葡萄糖 然后现在画两个葡萄糖 抱歉这里记不下 在这里画一下 这是一个葡萄糖的结构 好 这是一个葡萄糖 然后形成双糖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双糖它的分子是怎么没有 刚好是单糖的两倍 那是因为呢 它双糖在结合的时候 它会脱小分子 那这脱小分子呢 是一种常见的结合方式 那你看这两个葡萄糖 它中间 它们利用OH跟OH 这里OH跟OH 然后呢 它们呢 结合 它们结合 脱掉H2 脱掉H2 那它有两个氧 两个氢 脱掉一个水 那它还剩下一个氧 所以它们中间呢 会用氧原子呢 氧原子 然后结合 其他的地方都照钞 中间会用 一个氧原子 间接在一起 其他照钞 好 这个是我们的麦芽糖 这我们的麦芽糖 好 所以呢 它的双糖的分子是 双糖的分子是呢 就是单糖 C6 H12 O6 然后它的两倍 两倍之后呢 脱去一个水 才会形成双糖 所以双糖的分子是 C12 H24-2 变22 O12-1 变O11 好 所以这是双糖的分子是 好 那这样OK 大家注意啊 双糖呢 有蔗糖 麦芽糖 跟乳糖 那蔗糖 跟麦芽糖 跟乳糖 你就必须要去记一下 就是说蔗糖是 拿两个单糖 就葡萄糖加果糖 然后麦芽糖 是两个葡萄糖 那乳糖呢 是葡萄糖 加半乳糖 这个要记一下 好 那这个来源呢 请大家自行参阅 蔗糖的来源是 甜菜 甘蔗 水果 那麦芽糖呢 是淀粉水解 乳糖呢 是动物的 哺乳冬的乳汁中 又有5%的乳糖 好 那 最后呢 再讲一下 那如果他问你 那三糖的化学 是怎么写呢 那你注意 糖跟糖 在见解的时候 它们中间 会脱掉一个水分子 那所以你想象一下 老师 现在把它粗糙的 化成这样 如果我有三个葡萄糖要见解 三个单糖要见解 那中间就要脱几个水呢 中间两两之间就脱一个水 所以如果有三个单糖要见解 形成三糖 我们就这个叫寡糖 那它就必须脱两个水 所以三糖的化学 是应该是C6H12O6的三倍 然后呢 脱两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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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形成C18 然后H36-432O18-2O16 好 这三糖的化学 是哦 好 那最后介绍一下 多糖类 就是我们的淀粉 干糖跟纤维素 那多糖类呢 它就是 有素 无数个这个单糖聚合而成 形成了所谓的聚合物 那所谓的聚合物 就像我们 以前有听过 塑胶带就是一种聚合物 它是呢 可能是 无数个这个塑胶带 像比方说 我们的聚乙烯分子 聚合而成 然后 我们的这个单糖 它们在聚合成 聚合物的时候 它们一样会脱掉水分子 那形成的淀粉跟干糖跟纤维素 那这个时候 虽然它们都叫多糖类 但是呢 它们的分子是也都叫做C6-H10O5-N 但是你注意的就是说 淀粉跟干糖跟纤维素 它们不是同分易购物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聚合度不会刚好一样 因为形成易购物 不好意思 形成聚合物的时候 它都是一种混合物 因为它形成聚合物的时候 你可能形成很多条聚合物的链 那每一条链呢 那每一条链呢 大家注意 请问这个就是 注意 这个就是一条链哦 那每一条链它可能它 那葡萄糖的聚合的数量N 这些聚合度 不会刚好相同 所以呢 淀粉、干糖跟纤维素 它们的关系 就不是叫同分易购物 比方说这个淀粉 它是几百个到几千个 环状的α葡萄糖聚合而成 然后呢 这是淀粉 那淀粉呢 还有分子链跟有脂链的 大家请看到 像这个就是有脂链 分子出就有脂链 那脂链分子量比较小 有分支的 分子量通常比较大 那脂链的呢 我们加热水煮一煮 它就会溶解哦 然后它遇到点会变蓝黑色 那如果有脂链呢 就难溶于水 遇到点不会变蓝黑色 这自己看熟哦 水解过程稍微记一下 淀粉呢 加酸或加酵素 让它水解会先变成糊晶 那这个糊晶呢 它也是 它的聚合度就比较低 然后呢 糊晶在水解就可以得到双糖 就麦芽糖 那麦芽糖在水解 最后就可以得到葡萄糖 那这个是纤维素 纤维素呢 它这个是β葡萄糖 这个一年级这里呢 你也不用记得这么清楚 就是它就 淀粉纤维素 它都是葡萄糖聚合而成就可以哦 那这个α跟β呢 就是它们的这一个 枪基 就是OH的相对位置的差异 那所以它有α跟β 好 纤维素呢 这请大家看一下 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哦 好 那纤维素跟硫酸硝酸处理 可以得到消化纤维素 它是一种炸药 好 那纤维素呢 如果在酸 还有高温高压条件下 它会水解产生 葡萄糖 我们再看过去哦 好 那就干糖也是一种多糖类 特别注意哦 淀粉 干糖 纤维素 它都是多糖类 但是它们并不是 同分异沟物 因为它们的聚合的N值 不会刚好相等 好 那生物体的浓度降低的时候 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 干糖就迅速呢 分解变成葡萄糖 以补充血糖的不足 这看一下 好 这以上呢 是 糖类 糖类的讲解